讓你回家了 康幸死者是花蓮天王新大樓的住戶 強陣過後 屋倒防他 受困十三小時 總算被搜救隊員尋獲 無奈這時 他早已沒了生命跡象 雖被救出 但仍宣告不治 但其實強陣發生時 他已經逃出天王新大樓 但疑似為了救心愛的貓咪 又折返回到屋內 受困在被餘震 震垮的大樓 丟了寶貴性命 康幸死者的父親 得知女兒二號悲痛萬分 橫跨半個台灣 傷心欲絕 來到花蓮殯儀館認屍 校方對於康老師的離開 也萬分不捨 負責任 那很關心學生 那做任何事情都游刃有益 那在我們學校 就是一個人受學生喜愛 也受同仁非常的 覺得非常好相處 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32歲的康幸死者 臉書上的照片 總是掛著燦爛笑容 看得出來他活潑外向 他在花蓮高農擔任輔導老師 畢業於彰化師範大學 來自台中的他 熱愛籃球和寵物 沒想到卻在這場強陣中 不幸罹難 在親朋好友眼中 他熱心善良 充滿正能量 無奈造化弄人 這開朗的身影 往後只能在腦海中追憶 3D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一定要注意 都介意 今天 有一個人有 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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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応